希望让学音乐的孩子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风园区公所 特别举办校园之音乐在风园 邀请风东国中管乐团 南洋国小管乐团等六所国中校 在户外演出和外界共享学习成果 也希望透过优美的旋律让大家放松身心 在甜心公园草地上 风园六所国中校轮番上演音乐会 疫情区换风园区公所这一天 特地举办这场校园音乐会 让在地学生有机会上台演出 很少举办类似的校园音乐活动 那我们是希望借着校园音乐会 让在地的学生平常有在学校练习音乐以外 也能让我们相亲能体会到我们各个学校 所培养出来的学生 学校表示 疫情上半年期间 这些音乐社团不但停止练习 连活动演出的机会都被取消 少了实际上场磨练的机会 因此风园区公所 特别趁着疫情趋缓的期间 来举办这场音乐会 让他们有机会上台练练胆量 也累积些事务上的经验 在台上可以 就是不会紧张吧 但是同学在一起会比较不会紧张 可以看别人的动作 音准 学习 因为要上台表演 然后底下需要很多的练习 所以他们的时间的控制也要非常的精准 什么时候要写作业 什么时候要练习 所以这对小孩的时间安排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六所学校难得起居一堂 让这场户外音乐会相当有看头 也赢得了不少家长跟民众的支持 而透过交流、观摩及学习 也让在地学生上了一堂课本学不到的知识 这里这样台中才放到